经过三次修改 最终决定建造城市大律费 环保且外观独树一致 以律职为主的 五星级酒店 不 等等我 晚上一起吃饭吧 不去我家外面餐厅随便挑 咱们亲住一下 你以为我昨天喝多了 说的都是酒话什么 我告诉你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是实话 我们俩现在就是 纯属工作关系 私底下联络还是免了吧 你这人是脑子短弱 还是怎么样啊 我不敢当朋友 才在意你的 你不要想太多 不好意思 我已经约了别的人 以后开会的话 就在公司吃吧 出去没有必要 五二 你到底怎么了 这里是公司 请你自重乘名车 妈 怎么样 小吃答应了吗 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怎么稳住江村 你说你怎么还有精力 操他的心呢 霍芝本来就不想出国 非逼他出去干什么呀 妈 这你就不知道了 霍芝必须走 而且走得越远越好 不然我跟江村 这辈子都不能在一起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怀疑霍芝勾引江族 秦莹素 我真是你亲妹妹 这怎么可能呢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们二十年都没有见面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我知道吗 我当时就是太草率了 觉得她是我妹妹 一点防卫心都没有 不 不可能 小植不是这种人 妈 你想啊 她从小可是在福利院 长大了 受了多少苦 现在一下进了江家 吃得好的 用得什么都是好的 万一你舍得走 我还在想啊 她有可能就是 故意地告诉江村孩子什么 她就是要破坏 我跟江村的感情 不可能 可她并不知道 这孩子不是江村的 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江村 现在已经对她有了感情 妈 我不管 你一定要让霍迟走 你明白吗 我懂 你说得对 必须得把小植送走 这万一她要是跟江村 我这老脸都没地割了 是 放下 放下 不用管 没事 你真的不用 我跟你一块去啊 就做一天义工 又不是去谈判 回家吧 好好出去休息 那满月球那么多事 你不想着赶紧处理 好好的飞去当个义工 你不就是想见那个 不说了 不说了 我告诉你啊 满月酒你别烦我 自己解决 行 知道了 哥儿 怎么回来了 哥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这两个孩子 根本就不是你的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的亲妈是谁 但我知道秦英素那个女人 又骗了你 哥 这是我跟秦英素之间的事 好吧 谁让你做亲子子专业 爸知道这些吗 我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吧 安阿姨说得对 你和秦英素 本来就是商量好的 从外面抱两个孩子 回来恐怕高兴 就是为了降价的财产 对吧 这事想自杂 复杂与不复杂 都不要紧 我要听你解释 不想解释 好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爸 我和爸的病情加重 你就去 哥 我太对你失望了 你怎么着呢 你怎么着呢 我要不要追上去看一看 不用 不了解他 他会不及爸的身体呢 放车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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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吧 慢点啊 江村来了 你爸在午睡呢 我来找你呢 找我有事吗 博二的那份亲子夜店是您给养的吗 是我 我也是为了姜家 您最好清楚 您只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 而并不是我们姜家的人 我爸这么相信 让你继续照顾他 你就应该一切他的身体照项 不是吗 江村 我从小看着你和博二长大 你爸都从来没有这么跟我说过话 以前没有 今后就不一定 作为我们家的家庭医生 我想告诉你 你现在做的事情 要超过了你的曲线 我们江家的事情 还容得来吗 如若这份亲子见点 导致了我父亲身体有一丁点的损害 我不会傻更羞的 好 好 李玄 你们谁想要 从谁开始 来 江太太来得这么早啊 宋太太 宋先生 你们怎么来了 你忘了之前跟你说过 今天佛罗宴有活动 我们把孩子分享到每个家庭 让他感受家庭生活 之前我们跟冯院长谈好的 我想起来了 上次我们说了周末见 但是没有说是什么活动 你这还说人家记性不好呢 我看你记性毫不了那儿去 这一运傻三年 我这都傻六年了 怎么了 再换了我呀 哪敢呢 早知道啊 我也去国外代孕了 您看看人家江太太 吃喝玩乐多幸福 是啊 还抱了个状胞胎回来 江村呢 江村 嗯 之前不是打电话说过吗 谁来一起来的呀 嗨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哎呀 刚才给孩子们买了些文具啊 挺用品什么的 所以我来晚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跟我一起来 你不要自己来 你不要自己来 江村 你有了孩子就是不一样了 现在温柔多了 走吧 走吧 走 去跟孩子们玩玩 嗯 好 今天霍老师可以 好不好 好 今天霍老师 最好了 你今天怎么会来 我听宋先生说 他跟太太要一起 去福利院做移工 他说你也会去 我怕你一个人会露馅 所以我来看看 而且本来这个活动 就是夫妻两个人进行的 怎么时间不懂我说的 我之前也是随口答应的 不知道是什么活动 再说 再说反正你也觉得 要干情会换回来 对吗 好吧 那就是我去忙了 再做一天 待一待 але的ytt 今夜想去哪玩啊 叔叔阿姨一vine 带你去摇摹 我想穿新衣服 好 那我们这就去买新衣服 太好了 小时候好看吗 好看呀 喜欢吗 喜欢 双卡吧 好 先生 我来吧 多少钱呀 一共是一千三百四十元 这么贵呀 也有一千多块钱 那算了吧 咱不要了 在批发市场 一百多块钱 都能买一套呢 你想啊 好不容易他 出来逛一次 也让他把自己 喜欢的东西放回去 万一以后造成 同名阴影了呢 买一下吧 难得喜欢 收账 好的 那 那要不我给你 打个借条吧 钱的话 我从下个月开始 领了公司就还给你 不碍事 谢谢 小佳 跟叔叔走吧 真好看 和声 我最好看 我最好看 他到底在这儿 不是 我最好看 他只能解释 了 又能解释 我最好看 你 我最好看 你 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让我去米兰留学 可我知道 钱肯定也是将家给的 所以 我觉得我有必要 跟你说一声谢谢 钱我会慢慢还给你 怎么还啊 还是跟衣服一样分期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听说你要走 我有点意外 我明白 其实我也是 想让自己一个人 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我也不怕你笑话我 别说出国了 连这个神我都没出国 其实你并不想去米兰对吗 姐姐也是为我好 也好 出去吧 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米兰挺美的 真的吗 没准我还能去看你呢 什么时候走 夏昼音 这么狠 外人也要去 早点去 早点熟悉 去吧 我回来才好 什么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江村 江村怎么可能接受了这个孩子 还给他办满意 我就知道这个孩子不是我哥的 这件事情里面 肯定有你一份 秦英素身边最信任的人 就是你了 说吧 孩子是谁的 秦英素从哪儿弄的 这两个孩子 你笑什么 我当你都知道了呢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你不知道的 有啊 比如说 这孩子是我的 不 这 这孩子是你跟秦英素的 这 这肯定不可能啊 秦英素天在江家 他哪有时间跟你生孩子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只说这孩子是我的 我可没说这孩子是秦英素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背着秦英素 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 怎么了 这事很奇怪吗 秦英素说这孩子是我哥的 我哥也就信了 那就是秦英素跟你哥之间的事 我管不着 你为什么帮他 那就简单了 简了 果然 我没有看错人 也没有找错人 你找我要干吗 我想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要回你的孩子 那你可要想好呢 要是这么干的话 你哥可就颜面扫地了 他用这种方式 欺骗我和我爸 他活该 那这么做我有什么好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秦英素之前提起过 我就是来关碰碰运气 没想到运气还不错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 我姐跟孩子 已经顺利回了江家 不管你想做什么 你就省省吧 你纠缠了他那么久 你该清醒一下 说得很有道理 我是该清醒清醒 你也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知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姐吗 你没有想过 为什么秦英素 一定要被这江村 能在外面生孩子 还有为什么江家 迟迟不肯承认这个孩子 这还不知道吗 我姐跟江村 一直有误会啊 你跟秦英素 虽然是孪生姐妹 但是你们俩已经有 二十年能嫁了 二十年 这二十年她经历过什么 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清楚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不管我姐是什么样的人 她都是我姐 她是你姐 但是你就没有一点点怀疑 你跟江村也相处了 那么长时间了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应该知道 她像是会害你姐 害你姐孩子的人 如果你选择相信江村的话 那你就没有想过 也许是你姐在撒谎 你住嘴 黄家文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许你侮辱我姐 江村马上要给孩子办晚月酒了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 我等你 是什么意思 你你看到这家是无忌呀 谢谢啊 穿过大儿子 恭喜啊江大太 正好 里面请 里面请啊 飲宿啊 江村怎么还不来 宾客都到齐了 怎么还不出来见客 你行吧 生气了啊江太太 你好 在里面请 里面请啊 好气啊 多乖啊 真真好带啊 真好气啊 真好气啊 今天的好戏 就看你的了 放心吧 这次我绝对不会再失手了 黄家文来了 他是孩子的爸爸 来看看是应该的 我刚才看见 博二跟黄家文好像在聊什么 会不会是博二 知道了黄家文才是孩子的父亲 电话里刚才爸确定说不来了 他给我打电话了 说身体不舒服 怕让大家扫兴 行 只要爸不来 一切都顺着他们 其实你是想说 只要霍芝不来 就算博二跟黄家文真的闹起来 痴情被戳穿 也不会伤害到霍芝 对不对 你说你这何必呢 明明喜欢人家 就是不说 就是不说 绷着 还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走 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 他可能接受我吗 还是最终他的选择吧 他是你姐 但是你就没有一点点怀疑 你跟姜崔玥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他怕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应该知道 他像是会害你姐 害你姐孩子的人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 我等你 师傅 我不走了 第二头 你也来了 庄大太 恭喜 礼品请 小队大夫 恭喜 是爸爸呀 笑了笑了 笑了笑 是什么呀 有什么事 是什么事 太远点了 像爸爸了 是什么事 你也太远了 好可爱 谢谢 真是 好骗哦 你明天请吧 多乖呀 真是好戴 你不觉得奇怪吗 姜本说 她根本就不知道 嫂子找代孕的事 这肯定有问题啊 我严重怀疑 姜太太生不了孩子 我看安大夫 我看安大夫 又是给她抓药 又是给她把麦的 不过想想 真挺可怜的 我看安大夫 你瞎同情个什么劲啊 我是说孩子 可能是江村的私生子 少说两句吧 就算是 咱们也得心照顾薛呢 要弄得人家多没面子 是吧 走 我这 是 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姐吗 为什么定要背着江村 在外面生孩子 还有为什么江家 迟迟不肯承认这个孩子 这还不知道吗 我姐跟江村 一直有误会啊 你跟秦一苏 虽然是孪生姐妹 但是你们俩 已经有二十年了见了 二十年 这二十年她经历过什么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清楚吗 我才不相信姐姐会骗我呢 喂 你还是来了 我会给你证明的 你就是个骗子 喂 宋太太你们来了 江太太 这孩子真可爱 你瞧瞧 这真是人风喜是精神爽啊 看 皮肤也比以前白皙了好多啊 是啊 还有 本以为不生孩子能躲过一劫 可谁知道 带孩子比生孩子更累 以后啊 我也找人去外面带孕 这样呀我也能轻松轻松 今天人多我就不招呼你们了 你们随意啊 孙太太 好 那你先忙 走 我看呀 是真的不能生 要不怎么能找人去外面带孕呢 我刚才问到的时候 他的表情多尴尬呀 我就说嘛 八成呀 是私生 尴尬 这 这么大的场面 江村怎么还不来啊 妈 你先带孩子上楼吧 孩子该患尿布了 孩子刚患了尿布 再说 咱们摆的是满月酒 这 冰坑们都是来看孩子的 我 我大少认不合适啊 待会我不在 他们肯定问洞问西的 你又答不上来 你还是带孩子上楼吧 是的 人都到齐了 你还不准备出去啊 他既然有本事逼我开这个满月酒 就有本事自己去应付 你这不是诚心让他难堪吗 孩子满月酒 你一个 一个当爸的 你说不去 你这不是诚心让他难堪吗 这背后多少人对秦英素是指指点点的 那是他自己找的 黄家雯呢 我哪知道 来那么多人啊 我一个个的我也盯不过来 一会儿要是真闹起来 你告诉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还没穿衣服啊 这宾客都到得差不多了 一直都是在问我你怎么还不来 你只是打算宴会结束才去啊 秦英素 放弃吧 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现在同意离婚 我马上就跟你出去 我保证这个满月酒办得漂漂亮亮 顺顺利利 我还可以给你的孩子 充足了闪养费 这算什么呀 危险吗 我说过了 我不会离婚的 休想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江村 确实你早就算计好了是吧 用这个来威胁我 如果你真是小瞧了我情绪 今天就算你不出现 我照样可以把满月酒办完 丢脸算什么 我现在还是江太太 丢的也是江家的脸 看来 你还是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可是这秦英素 有点太执迷不误了 有点太执迷不误了 这一会儿 黄家雯要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揭穿孩子的身世 那他可就真的完了 让我静一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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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 你以为爸不来 我就没有办法了是吗 喂 一九零八法 不来后果自负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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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来了 喝什么 红酒还是咖啡啊 我不是都让你走了吗 你还来干什么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不是应该最清楚 我不是说了 你要的我给不了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你说 算我最后劝你一句 别把事情想得不好 你就算逼着江村 认了孩子们能怎么样 江村什么人了 她能轻易放过你 跟我走吧好不好 江湾儿给了我一笔钱 够咱俩什么了 你别做梦了 我是谁 我是江太太 你什么东西啊 我这什么东西 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我是你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告诉你们今天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带着韩智跟我走 要么我现在就出门 把我俩关系公之于众 你敢 就是我问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应该在飞机上吗 刚才说什么 你说孩子不是江村的 小臣 你都听见了吗 你姐姐一直在骗你 她跟江村根本就没什么 她不愿意回到江家市 因为那个孩子 是我们两个私生死 你给我住嘴 小臣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是骗你的 她骗你的 你回答我 孩子到底是不是江村的 你先听我解释 你说呀 你还都是回江村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人 小臣 林苏 你先没带着河草 不止 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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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傻 喂 莫芝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飞机上吗 姜村 对不起 你怎么了 我知道了 你这都是我害了你 对不起 姜村 好好 你先别着急 高临在哪儿 赶点别怒啊 高临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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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大家参加我跟姜村孩子的满月礼 但是由于孩子的身体临时出了点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去医院 为了表示我跟姜村的歉意 接下来的酒宴将会继续 改日我们一定逐一登门之前 对不起 对不起 嫂子 这满堂鞭客的 你说走就走 这不合适吧 伯儿 孩子病了 我跟你哥要去医院 这儿就靠你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给我哥打个电话 不用了 你哥没空 秦英素 你当我们大家都是傻子是吗 到现在了我哥都没来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根本就不想认这两个孩子 姜伯儿 我住口 这儿那么多的人 你别丢姜家的脸 丢脸的是你秦英素 你敢不敢给大家说一下 你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呀 你住口 不想说是吧 好 有人说 黄家文 黄家文 你快来说一说这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没说啊 没说啊 嘉文 别这么对我 黄家文 你可别忘了他是怎么对你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只是在利用你 你连个备胎都不行 行了 别说 嘉文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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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了诸位的雅兴 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认识我 我是秦英素的经纪人 不 本确来说 是前经纪人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你们都不知道 我还是他的前男友 不会 你说嘴 他疯了 他疯了 他疯了不疯了 他也是已经被跟我带走 怕了 那你在背着江村生下 我给你的孩子的时候 就应该料到我一定会的 这么一天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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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说得没错 孩子不是江村的 你真的啊 是我跟秦英素的 是什么啊 是我黄嘉文的孩子 这胡说 这是我跟孩子的 亲子经理报告的 如果你们有人 有意义的话 现在就可以拿去查验 事情的真相就是 是 当初秦英素为了攀高知 跟我分了手 但是结婚以后 又耐不住激务 继续跟我交流 你亲口说过 你跟江村很早以前 就开始疯狂睡 你亲口说过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还亲口说过 你要把孩子带回江家 寄上江家的材责 他mbI кто打了 你这样子 但是还是来记这 咱们教人 怎么跟你知道 静索 你说的每个字 我都记得 不是 但是也只有我这样的 就是 会傻到相信你那些话 从从大字眼里 想到我从这种 我曾经相信过 我相信你的心里面还有我 我也相信你是我的 一拿到钱 你就会带着我跟孩子 远走高风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 这么想 到今天为止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自己 我也好 江村也好 孩子也好 统统都是你的工具 你太自私 我今天一定会把孩子带走 我是绝对不可能 让我的孩子 跟你这样一个母亲 待在一起 告诉你休想 孩子是我秦英素的 是我拼了命生下来的 孩子是我的 她姓江 谁也没想带走她 秦英素你做了什么梦呢 你算盘打得够精细的呀 你的好梦 还差一步就要成真理 你知道这叫什么梦 这就叫报应 不住嘴 告诉你 孩子是我的 孩子是我秦英素的 我姓江 我是江大奶 跟我一把困出去 你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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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没法案 你别说 你每一看一看掐我吧 我现在马上就要报警 我让他这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 你别说 行了 你说你这么做 我是让哥 你爸 掩面扫地嘛 现在丢人也比以后丢人强 我告诉你 我必须把这个秦英素赶住我们江家 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 自从这个秦英素进了我们江家以后 行行行行 没一天好日子过 干什么了 你来个叫嫂 那个 赶紧 你就当帮江总一个忙 马上把婆儿带走 我不走 我跟秦英素没完 我走吧 快走快走 放开我 走吧走吧 出去再说 好 对不起 江村 我没想到我姐一直都在骗我 我也没想到一直都在伤害你 对不起 我是你的错 接着你在这儿说爱着 好了 来 我是你的错 你相信我 如果都是你自己选的 易总 既然选了就要成他后果 以前我觉得在你身边哪怕当条狗也好 我觉得哪怕是条狗 时间久了也会有感情吧 但是我又想错了 我连条狗都不如 就算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放在你的面前 只要将从高空小手指 你就会踩过我的心肝脾肺肺 又会回头他的身边去 从今往后你愿意跟谁在一起我都不管 我只想要回我的孩子 别走 不用了 走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孩子是我的 谁都别想抢走他 好 那就等着瞧 对不起 之前说了那么多 伤害你的话 对不起 都过去了 本来我还在庆幸 等你走了 就不用面对这样的局面 也就不会难过了 我现在庆幸的事 我留了下来 让我知道了真相 让我对自己 所做的事情负责 胡志 没必要这么为难自己 整件事情里 其实最无辜的 除了那两个孩子 就是你 不是这样的 其实 我应该早就发现的 当我发现 你不是姐姐说的 那样的人的时候 我就应该想到 只是我不愿意去想 我 我宁愿盲目地相信姐姐的话 都是我的错 胡志 你看着我 你没有错 你只是太渴望亲情了 太希望有一个亲人 在你身边了 而秦因素恰恰就是 利用了你这一点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因为即便没有你 我跟秦因素的关系 也好不到你去 甚至更不残忍 放下吧 我希望你还能做回那个 向上的 坚强的 可爱的胡志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停车 我让你停车 你听见没有 你这个样子 我怎么敢停车啊 有什么冷静下来再说好吗 好 你不停车是吧 那我现在就下车 你干吗呀 停停停 停 姜波 你放开我啊 你疯了吗 刚才有毒味剑你知道吗 你不要命了 我要不要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我什么人啊 你们一个个都是骗子 姜波 你把话说起来 我骗你什么了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呀 好好的 你们都好好的 我哥也好好的 秦因素也好好的 你也好好的 就我不好 非常的不好 可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 你怎么说是什么的 你怎么会在你这儿 你当然不想让我知道了 陈领生我那么相信你 我问你跟秦因素是不是有关系 你说没有 我没有想到去 也连你也骗我 博儿你误会了 我真的不认识秦因素 够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种谎话 陈领生 我姜波是喜欢你没有错 可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我恨死你了 我简直要恨死你了 不 喂 什么 好好好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我 这儿啊 我 你 好 萌儿 你把情况刚稳定 需要休息 阿姨 我爸怎么突然又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 我到疗养院的时候 他已经晕倒了 给他针灸也不管用了 我就叫他救护车 那现在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昏迷的原因 还查不出来 只能是维持他的生命 至于什么时候醒过来 还不知道